民眾黨昨天公布了三份民調 然後後來發現說是經過了特殊的家權之後才贏過你 不會覺得他們這個是民調不是民調 你覺得柯主席說公開透明是不是只是喊喊 哈哈哈哈 是他自己裂部做的嘛 民眾黨昨天公布了三份民調 然後後來發現說是經過了特殊的家權之後才贏過你 不會覺得他們這個是民調不是民調 其實很多的民調專家學者都說嘛 其實家權以後那個誤差的偏離更大了 所以民調剛才讓這場客有娘嘛 這也是一個很故事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科學的一件事情 柯主席說公開透明是不是只是喊喊 哈哈哈哈所以他自己裂部做的嘛 應該真的要做的話 是應該由長期的主流媒體 以及主流民調公司 非常有公信力的好好去做 尤其最近我們朱主席 在政黨協商的過程當中也特別提到 其實兩黨如果要按照柯主席的方式 就提出了第二個德國式的 大家就朱主席所提示的方式 就是一半一個政黨 一半就是科學合科 大家好好做嘛 就委會兩黨主席 就這個議題大家好好做下來 好好的協商 因為所有希望藍白河的民眾 大家都非常的焦慮 希望趕快看到兩黨能夠快速的協商出一個結果 這科辦說本週就要請你們給答案 但他其實不接受兩個方案的民調方式 那有做好如何的準備嗎 我在這裡還是希望兩黨的政黨領袖主席們 大家趕快坐下來 那我們所有的主流民體以及主流民調公司 就提出來的德國方式 大家趕快做一做 兩個就可以做溝通嘛 那民調是參考用 但是也是可以做溝通用 ма進行 rę飯 Whose陰衦 都沒想 맞아 里面 就沒有 劏 necessary 所以 雷